創意比才近在運通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獲利方程式 在今天 加權指數中場以下跌19點做收後 然後創下一個波段新基地點 來到8516之後 震盪在9點4050分 這邊見到這個地點之後 收在一個短波的轉折相對的高點 好的 現在是今天的向上拉抬的波形走勢 已經看到一個 謝爾波走勢向上拉抬的12345波 這代表這個行進的方向 有可能開始要去轉折向上了 我們那個交易策略 還是利用這個轉折的低點 我認為要非常積極的部件 不論是股票或者是期貨的一個部分 我認為應該要利用這個低點勇敢的貪婪 買進 比如說我們期貨是5成的一個多單滿檔流倉 那這盤市格局從高檔影區9500點 跌到今天為止 比較遺憾以及令人痛心的是說 在前天的時間點 一口氣上市的部分融資停損60億 上貴的部分上市是停損13億 那昨天的部分 上貴竟然一口氣又停損26億的融資出來 然後昨天還殺了這個30億元左右的一個上市股票 總共這兩天的時間 上市加上貴停損了130億元的一個資金退場出場 那專輯們你知道這個昨天的融資餘額 以上市的指數的一個水準來說 那它的餘額已經來到1654億喔 那這1654億是什麼概念呢 從這邊你去打開加權指數 如果說你有一些相對應的看盤軟體的話 去查一下 我們前一次讓你去看到 只剩下1654億元的時候 價錢指數在什麼位階 它在 好 已經是六七年前在98年的 民國98年的4月份 價錢指數在5500點的水準 你才可以看到這個1654億元 那為什麼這一波價錢指數 股票的一個走勢會走得這麼極度的弱勢 好 我舉一個例子是說 跟我們產業面結構最類似的一個市場 叫做南韓綜合指數 好 連南韓綜合指數 注意喔 今年 這前面兩個月 全球發生一個非常重要 引起全球 這個衛生單位關切的一個訊息 就是韓國爆發MERS 韓國因為這個MERS的影響 有可能經濟GDP下修 連南韓綜合指數都已經拉高到9500點 這個位階了 那我們現在的位階是差了 南韓綜合指數整整1000點的位階 1000點的位階 而且從國民黨的一個全代會19號之後 我們價錢指數已經連跌了6個交易日 幾乎是每天撞一個波段的一個新的低點 那為什麼價錢指數的融資會不斷的這種停損殺盤出場 因為所有投資朋友心裡面都是極度的恐慌害怕 我想我直接拿這個融資的水準就告訴大家 大家的信心已經崩潰到說 在5500點一個水準 那最直接的壓力當然是這個盤市格局 如果破線破了8500點 你真的不曉得這個盤要殺到哪裡去 因為最少對戰車幅就是先擊殺一個1500點 如果破8501的大頂線的話 投資朋友難怪所有投資朋友是心裡面是極度的恐慌 不計價的一個向下做一個殺出的動作 那廖老師會說這個盤市格局 當然我們國內有很多很多結構性 跟遠遠比別人市場不如的一個地方 最明顯的是有些政策上面的一個失誤 我們拿最近的南韓股市比 我們就欠人家1000點 那我覺得這個盤市格局發展到這個位階 為什麼我反而跟你說 其實經過了這兩天 額外的在低檔區的壓低 他其實是為了醞釀一個 去累積一個強彈軋空的力道 回到一個還給台股 至少在合理的本益比基本面水準 要回來先給他一個公道的一個地方 他就在醞釀這一波行情 譬如說摩台如果在這個前後結算 剛好FOMC所有利空排除 如果在低檔轉倉 順勢一口氣往上拉的話 我想絕對是有這個條件 向上做一個極端軋空的一個條件 好 那 總之投資朋友會面臨這樣的一個位階 我想 我們會希望是說 第一個走勢先如同劉老師 所跟他預告的這一波軋空行情 先還給台股一個公道向上 好 那有沒有這樣一個機會呢 好 告訴我的投資朋友 我的會員朋友說 今天價錢指數再做一個開盤 這樣的一個震盪走勢 其實這盤我在昨天的解盤 都已經跟他解得清清楚楚了 那你看到昨天 上市各位再加起來再三五十億的農資 好 那是不是就是說 頂多是在十點鐘左右 再去看到一個比較 好 開高先確認 有結晶的一個機會 那頂多就在十點前後 見到這個轉折低點 好 那通常那個位階就容易見到一個 很好的一個指數切入位階 記不記得 劉老師在這個 7月27號 當價錢指數中錯211點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 我知道大家在恐慌 我知道大家是在恐慌的 那問題是說這個 其實 因為大家 除全息影響因素之下 沒有辦法正確判斷出 交權指數的波形 那可是我們如果拉開來 比較不受除全息因素的影響 就是8月的單月份合約的波形 你把它看清楚 好 那這一波的C5波這個走勢 到底會走到哪裡 好 來 這個是我們當天 就給會員朋友的盤後稿 我們告訴大家 那其實你就把波形結構 一五等浪位階把它抓清楚 那兩個就是看這個 這個適當的高點 到底是4plunk 還是4 doubleplunk 這個位置點往下去扣 那個位置點應該有機會 在8461到84時期 見到台子期貨的 或者是價錢指數擴延的買點 你可以看到 劉老師畫的這個波形是 台子期貨8月份的 合約的一個擴延走勢 好 那這是今天 加權的部分現貨的走勢 好 收盤 除了9讓擴延的結構已經完成 好 第三波本身走12345 然後15等浪 低檔區的指標的惡度倍率 好 而且今天好的現象是收盤價 已經佔上了這個 九讓擴延的下降壓力線 好 所以其實 我知道大家都怕 可是我們價錢指數 總是有它一個合理評估的位傑 好 那當這個恐慌 這額外的六七天的價錢指數 我們多比股 我說計股市去領跌的這個波段 好 這個最後主力食物群 逼宮賣壓結晉之後 劉老師其實在兩天之前 我就跟他報告 其實 當然情緒面上面的一個限壓殺盤 他真正的目的 第一個就是去清洗融資 好 第二個逼宮之外 他真正的目的 我想 這個盤四格局走到8500點 比大家還要緊張的 好 絕對不是一般的一個 賞戶投資朋友 好 因為股市對於整個市場 整個我們全台灣的經濟消費 是一個非常領先的指標 如果我們股市崩盤的話 受傷最嚴重的是 滿滿股票的上市規公司 這一波 好 把特意把股票壓下來洗盤的 好 這些大老闆們 好 所以我想 這個盤真的是有一點點 亡火亡過頭了 好 那其實我認為 這額外這兩天的力道 他的目標就應該是我們跟大家講的 第一個 他在做一個C5的久量擴延 一口氣要把這個碟式碟完 那這 劉老師告訴大家 RSV即將扣底久量低值 而且我們是滿檔去佈局這個波段 好反擊的走勢 因為C5波的久量結構完成 突破下降壓力線 我認為 這邊其實就指數觀點 如果你擔心指數 我認為要非常積極的先 把這一個討回公道行情 先把它掌握回來 好 我們先把這一波的行情 掌握起來再說 這個是第一個重點 那第二個點 唯一做空還有理由的 就是咬定一個市場 就是中國股市的一個波段向下翻轉 這是劉老師今天 告訴我的會員朋友的一件事情 短期之內應該你再也買不到類似商增綜合指數的3373 這個位階了 你應該趁著回測八年大頂線這個位階 重壓大買買到滿 尤其是在入股佈局這一塊 你用佈局組成那樣的分出 那我左邊的這一張圖是商增綜合指數 來 對照融資的線形圖 你可以看到從最低點 彈升起來 5178到今天的收盤價 上升綜合指數的跌幅 已經收斂跌幅到28%了 可是它的融資余額 從1.48兆的最高點 到昨天為止 7月28號融資余額是創下波段新低 到8800億 我想這一波入股的一個像它崩盤幾點278 單單是融資就退場的6000億的人民幣 這個都是一般投資朋友的血汗錢 6000人民幣的一個水準 大概等於台幣3兆 這個帳一般 因為大陸的投資朋友 並其實真的是賞戶結構比較多 這帳都算在中國政府身上 所以為了維持政經社會的一個穩定 我想它的一個主流的 它主要抑制還是要把這個股市往上拉的 好 那既然這個3兆台幣的損失算在中國 這個執政黨的身上 我們這5天殺了130億的損失 我想如果在接下來的股票市場裡面 逃不回空道 它會在選票上面逃回公道的 你懂我的意思啦 那其實劉老師跟大家報告 從7月28號為止上升中的指數 融資創新低8800億以後 那這裡是沒有去統治廠外配置的狀況 但研判在昨天我們說的 由政經會主導查那個同花順的一個狀況 那我想在廠外配置就是 類似台灣這個品種資金 輕的也差不多了啦 從1.48兆下降到8800億 跌幅已經高達41% 那指數的跌幅28 以籌碼面顯示是說 這邊無論從各方面經濟數據 從籌碼 從我們講的這個融資對 這個市場的跌幅 我想你最近半年之內 甚至於這一兩年之內 你要再去買到3374大點以下這個位階喔 在我來看以籌碼面的現象來看 是絕對已經買不到那個低點了 更重要我們從上陣中的指數2000點 我們就告訴大家 大陸官方在政策的目標 以及意志的方向 源源比擬台面上面 傳出來各種謠儀而語更重要啦 所以這3373的8年大底最近的位置 你如果還想要去佈局 跟著劉老師去掌握路股行情的 為什麼劉老師昨天的測標告訴大家 其實入股這裡是 這很可能是最後一個 你可以去切入做多它的機會 今天入股在我們收盤之後 急拉大漲 中場是以急拉的大漲3.40% 這全部都在1點半之後做一個向上拉抬 所以我們昨天已經告訴大家 這裡應該是一個535的B浪掉高 會沒有你可以去參考我的技術別策 如果B波 如果335波 B浪走向上奔走 那接下來的走勢是不是 第一個B浪奔走高等你要回來 一定看得到 那實際的目的就是為了洗盤又空 未來一個軋空噴出組織 那一個走勢喔 所以為什麼劉老師昨天跟大家講到 我今天就告訴我會員朋友說 只要上升中 而指數看到3688的頸線 好其實這條頸線就是這個3688 那你大概就可以確認說B波回測完成 昨天我們就已經跟大家講到 入股是在八年大禮革最後上車機會 這個是洗盤又空 好這邊你就要最後一波去切入 上陣綜合指數噴出組織段的機會 這個是由政府主導的 金螺資洗盤一個動作 為了是又空洗盤 嘎空向上的一個組織段 好那投資朋友如果可以去關心到 我們加權指數最近期的一個波形 其實是聯繫跟入股這一塊 聯繫度是蠻高的 好我想真的要好好去掌握一波 好這一波絕地反擊 我認為再怎麼樣擦 我們這個從那個9124那個擴延起點的 那個公道應該要回來 好那真正要回還給加權指數一個公道 至少目標應該人家拿韓中文指數 就已經到9500點了 好想辦法把這個黃金十年還給我們 好真的不聲嘻嘘 過去的這段期間裡面 那劉老師不想花太多的時間在這邊聊 但是這種非經濟面倒盤的因素 我想一個絕對的重點 好先讓劉老師跟大家講的 投資的動作跟投資的心理學 是完完全全反向的 好已經來到5500點的這種心理市場 你想要投資賺錢的投資朋友 我想今天劉老師第二個轉題 上半場把入股把接下來 好這個全球股市一個大方向 基本面一個轉折的一個方向 都跟大家交代清楚 下半段時間 好劉老師會拉到幾檔股票 那今天會非常 另外一個專題部分 在測標上面的兩行股票 我為什麼說 如果這裡是一個非常好的投資機會 我們在這個市場裡面 其實政府真的少做了很多事情 有時候劉老師都不曉得我們自己在忙什麼 當別人希望台股的資金流血 然後資金湊住台灣去投資歐洲 去投資美國去投資路國的時候 我們去堅持去找到台灣謹慎這個 值得我們覺得有希望的一個地方 好什麼事情 劉老師盡量為我們的加權指數找到一個機會 包含從11塊多 我就跟你去介紹保護生的ETF 我們也是市場裡面唯一身體力型 頭顧老師沒有人在介紹台積電 叫你參與逐全出席的 在介紹保護生這樣股票的 你會覺得說我們努力了這麼多 都不曉得到現在為止 你會覺得說 怎麼會一直有人在那邊扯後腿 但是我覺得其實 我們要自己打起精神來去掌握 接下來一個機會 那如果這一波的轉折 如同我們預期會成功 有哪些股票有機會呢 好 劉老師今天是公開送給大家六檔股票 那六檔股票等一下我會跟大家報告 可是我在測標上面寫的兩行兩行兩行的股票 TPK跟鴻海明顯是Apple概念股 台積電跟聯發客就是我們半導體族群的股票 保護生宏達電這是中國的增長 這個上海中的指數未來回升過高的一個機會 我為什麼說這幾檔股票 不論是中長線的轉折是有機會成功 甚至於接下來如果要去掌握這一波反擊的行情 大概六七天的下探 總之要利用一個對稱大概六七天的時間 要回一定的公道嘛 好 這六天裡面可以想辦法去搶一波給自己 好 現在投資朋友最擔心 或者是說每個人最擔心的就是 咦 要買什麼禮物 替父母親 替父親買什麼樣的父親節禮物咧 我們買什麼股票賺一點點去買父親節禮物的錢呢 好 今天劉老師會從幾檔絕對第一基期的Apple概念股 最指標的一檔叫做紅爛 好 那一檔叫做TPK 這裡要讓各股市我們交權指數 這一波能不能夠成功要回一個公道 非常重要的指標 我為什麼這麼說咧 休息兩房之後 梁老師繼續幫我解析 最佳夥伴 部會咨詢專線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擁有 騎破股票雙徵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部會咨詢專線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投顧 固德投顧 到大都會國際傢俱館就是這麼方便 全國最大傢俱館 很大 很好幻 金融傢俱 一次跟我們賺錢 大都會國際傢俱館 終點請現正實施中 好的 我們現場 那我認為如果真正落實到 這個投資對面線上面 其實最大的風險其實指數 大部分股票當然會跟這個指數的方向走 可是也有像台積電 完完全全不理會 加錢指數有波動 那就是資金要想辦法集中到 這樣的一個股票來 那其實最後在投資面積上面 一定是在選股的問題上面 那廖老師今天會把測票上面六檔股票 我為什麼認為有機會 第一個 這些股票都是有基本面的一個轉機 那我們直接追蹤這些基本面 轉機了一個實現機會 第二個有基數面的條件 好 當然如果有機會複製 我上面講的這六檔股票 同樣一個類股自主義的題材 好 股本再小一點 我相信這些股票絕對只有實力 再大漲五成一倍 好 廖老師在跟大家講這六檔股票的時候 第一個當然是當作父親先寫的禮物 公開送給大家 為大家做一點事情 大家很害怕很擔心 不曉得後續的方向 我們沒有任何遮掩 我今天就是告訴大家 這些股票很有機會 就在這幾個交易日 先要回一波公道的行情回來 好 你就把資金集中到這裡 可是如果鴻海會長 你想想看 如果說鴻海供應鏈股本 稍微小一點點 有基本面業績加值 有基本面條件 有技術面條件 這樣股票有沒有實力在炸漲五成一倍 好的 老師 就是用盡全力幫大家這些股票都跳出來了 精選的精品股 你跟上劉老師的會員朋友做個提前布局 這些股票拉開兩成我們布局的空間 我一定會公開再分享給大家 但是你也可以跟著我們提前進行的考案布局 好 那為什麼跟大家講到說 鴻海今天非常重要 像這種恐慌砂盤8500點即將破 其實連今天最低砂到87.5 收盤來到91.5 鴻海今天拉開了4塊錢的長紅K 這砂盤再破90塊錢 這種恐慌砂盤的氣氛 連劉老師真的也買不下手 雖然我們認為這裡是一個很好的 絕對乖離額買點 好 我告訴我會員朋友說 這0.618 絕對第七一期的Apple 應該已經今天早上洗盤 90塊錢以下回車完成了 所以買進去之後 就額外拉開1塊5以上來加差 我們是直接加碼第三筆多單 那為什麼是說 這裡應該有機會先要一個公道 因為這一段 就是因為我們家前指數的流通性 因為政策上面失誤 因為信心的崩潰 因為主力的刻意關押 我為什麼這樣講 至少先要回第三筆多單 我來到一個價位 先把這個 我們做一趟價差 當然你前面可以跟著劉老師 多累積這些價差 你根本不必擔心鴻海這樣子 震盪回車就是底部區 好 這檔股票叫Apple 好 這是鴻海 好 這是Apple 你會發現到這兩檔股票從 我們就抓在1月份的走勢 紅海應該怎麼樣走 是不是完完全全跟著Apple的股價走 昨天Apple還上漲耶 你們會發現從104漲到134塊錢 這30塊錢 其實蘋果連高檔區這10塊錢 三分之一的價差 在這平台手得非常穩健耶 今天紅海是跌到 類似像Apple在100塊錢出頭這個位置 好 那當然信心一直穩 要不要先回來這一段 那你父親節的禮物從哪裡要回來 這整理型態 一平台整理完 站上去之後 這裡還有一波主生端向往噴出 那是不是中長線有機會 短線你至少可以去掌握一個機會 好 劉老師沒有嘗試 我公開送給大家 但是你可以額外跟著我們的資訊 去掌握一些獲利累積的機會 好 從劉老師在230塊 跟大家預告一個主跌段價差 我們有一個 紅達店TPK聯發科的資產管理 專門鎖定這種高價股 這是在昨天的時候 劉老師跟大家講到說 雖然大盤風險真的非常高 所以我們分批慢慢慢慢買 我們昨天先買一筆了 那你可以看到今天 在這個震盪下壓過程裡面 TPK雖然收跌 可是我告訴我會沒有是說 既然它的融資再到昨天為止 再減729張 這其實短短4天的時間 已經連減了2000張以上 我認為第二第三筆多單也要買了 假設TPK按照我們規劃 絕對有一波行情 那有行情你要好好掌握 那重點是 那一波賣點在哪裡 那這次紅達店 我們跟大家講到 你要盯這個下降壓力線 7月27號 加減時中抽211點的時候 那廖老師反而告訴你說 我們去抓一波絕地反擊的機會 好 那今天紅達店 其實已經佔上這個下降壓力線了 連台積電也做成一個向下卸行 你如果真的不曉得怎麼買 像下卸行的股票都有再噴出一波的機會 它也符不符合修正的13個禮拜的低級期 那如果真的不曉得怎麼買 買台灣第一的股票 那問題是 價差跟著劉老師先把這10張40萬累積出來 不是更好 好 好 希望投資朋友 劉老師公開送給大家 這些父親節禮物的同時 好 我只是告訴大家 我們是從各方面 比如說蘋果對紅海的對比去找到 其實真的如果下定決心去 好好的基本面上面去抓一些機會 要賺錢的難度真的不是那麼高 好 但是呢 劉老師一定會更加倍用心 想辦法幫你 如果你手上有其他套牢股票 沒有關係 我們挑出接下來真的有實力 再拉開5成1倍這樣的股票 好 你不必擔心你這樣 手上的股票到底該走不該走 把機會轉到 確定賭定會有主生端的股票 好 那我們這個A鑽石B黃金的內容 到底是什麼 好 A鑽石是先賺150元結案 B黃金168狀案 直接敲詢劉老師的服務人員 我們明天再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達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大和浪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和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顧都有期貨 股票雙正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都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 並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 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正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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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甜蜜的投顧 推銷 對現成目 243158-58 降一度 降兩度 降三度 降四度 降五度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啦 就是這樣啦 對 现在要介绍的是一台 不需要压缩机的冷气 第一台不许安装冷煤管线 真正可以吹出冷气的水冷气 应该说它是一台 可以学习移动的水冷式冷气 免工具 免安装 没有压缩机 不用冷煤 只要146级瓦 真的超省电